青青 挥手肩 背影已走远 抬走我的思念 碎碎又念念 青山里两旁 白云为旁 拖动我的心血 一遍又一遍 遇上你是我的缘 不容处睡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是我的缘 有的日月 青青为我别 凌远 一遍你是我的缘 不容处睡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是我的缘 是我的月 要來日月 星辰為我變 愛上你是我的臉 風風雨雨 我們手向前 跟著你是我的月 天涯海角像滿到永遠 愛上你是我的月 烏龍出水我也難遮眠 跟著你是我的月 要來日月 星辰為我變 慧娘 慧娘 二十年不見了 你 你好嗎 向國召喚 所為何事 我入境心樂 只想看看你而已 向國無故掛起紅燈 招來死士 難道不知犯了大忌 我 這個 既然沒事 我告退了 不 向國請自重 我知道 你心中對我有恨 可是畢竟你我是夫妻 又何必 當時你 何必再提 難道 你真的不肯體諒我 如果我不能體諒你 我就不會獨自忍受了二十年的痛苦 既然瞭解我的苦衷 為什麼對我如此冷漠呢 我可以體諒你 身為人臣之苦 卻永遠不能原諒你 身為仁夫 仁父的殘忍絕情 你終究是不肯原諒我 林承儒 你大可不必如此 在你心目中 又怎麼會在乎我的感受呢 我在乎 我怎麼會不在乎呢 這二十年來 我無時無刻不再想著你跟冰兒 甚至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悔恨不已 我恨我自己不該拋棄棄語 但是 既為仁臣 身不由己 我又何嘗願意如此 你為顧全忠義 捨棄家庭 普天之下 誰敢怪你 甚至連我也不能 不過 這二十年來 我心中之恨 又其是你三言兩語 所能消米的呢 林承儒 我佩服你的忠甘義膽 卻永遠忘不了 你家住於我的痛苦 你我夫妻情分 早已恩斷義絕 日後 再也休提起 他若滅國家鑰匙 最好老死不相往來 他很難道 哇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相国 陛下 请恕老臣失营之罪 相国不必多礼 谢陛下 看相国一副失魂骆驼之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 老臣 老臣不知何故 心神不宁 反倒让陛下操心了 相国一向沉着稳健 然而自到新乐来之后 却突然一反常态 要说没事 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陛下 老臣真的没事 相国 本王一再强调 你我虽名为君臣 实则却是一师一有 他若相国心中有事 却又不肯明言 莫非是视本王为外人 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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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国 难道一定要本王逼你才肯实话实说 老臣不敢 既然如此 你就快说吧 陛下 陛下恕罪 其君埋上 罪无可恕 林成如 你敢抗旨不遵 老臣 说 陛下 陛下 实不相瞒 老臣刚才挂上红灯笼 与此地死士私下相会 那又如何 只因 有什么难言之语 陛下 此地死士 其实是老臣之妻 慧娘 你说什么 相国夫人 不是早在二十年前 便已身亡归天了吗 不 由于死士安排隐秘 老臣 不得不以此为由 掩盖真相 相国请起 谢陛下 相国 夫人可安好 她 还好 相国神色有异 可是夫人有变故 陛下 老臣不敢有所隐瞒 慧娘 却是安好如初 既然如此 你夫妇二人久别重逢 理当高兴才是 相国又怎么反而愁容满面呢 因为慧娘她 慧娘她怨我 抛弃姓女 未见夫子 她不肯相认 此话怎讲 当年 先王下旨 要老臣选派十三名死士 但是 此事资格限制慎言 绝非寻常百姓所能够升任 除了十大勇士 勉强由佛老将军和张忠良补上两名 至于最后一日 老臣 绞尽脑汁 仍然苦思无缘 最后 只好由慧娘担死重任 慧娘自幼习武 堪称各种高手 而且她 一向忠心爱慕 绝对是上上之选 老臣 并宁先王自然获愿 想必夫人并非出于自愿 才会怨你 其实 慧娘也是身名大义的女子 只是 当时兵儿方才出事 她心中割舍不下 再者 夫妻母女 从此两地分隔 难有相见之日 自然多有牵挂 只不过 军命难为 她既然有再多的不舍 也不敢抗命 想不到 她竟寒恨至今 向国一文忠烈 为新罗国鞠躬尽瘁 本王由衷敬佩 不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徐府吕将等人 哪个不是甘心效命 为国尽忠 何况 老臣既盟圣恩 身为朝中重臣 更应该抛去耳语私情 以国家为重 向国宫中提国 令人可敬可配 夫人之事 本王自会全力排解 使你夫妇二人 早日解除心结 尽快团圆 陛下 万万不可 将国不必多言 本王自有主张 本王自有主张 早 林总管早 李公子 洪福姑娘 两位早 怎么不见庄主和宾儿姑娘呢 陛下还在房里休息 洪福姑娘有事吗 没事 林总管真辛苦 一大早就忙进忙出的 凡事亲力亲为 怪不得庄主一再夸奖 身为人臣 理当如此 林总管官位显赫 不经不交 谦和有理 确实令人佩服 公子谬赞了 林成儒 只是谨守本分而已 林总管 此处起居饮食 承蒙费心照顾 洪福在此谢过 洪福姑娘不必客气 林成儒只是依止行事 不敢鞠躬 哦 林总管 待会儿庄主若是问起 烦心转告 就说在下与洪福出去逛逛 顺便打探一下 窦见德的消息 上午之后就会回来 是 公子请 走吧 宾儿 爹 你找我有事啊 没事 你我父女二人 很少有机会可以谈谈 今天正巧没事 可以趁机聊聊 说的倒也是 咱们父女两个 真的好久没有好好聊聊了 爹 请用茶 爹 冰儿想知道 当初送我去拜师学艺 到底是谁的主意 自然是爹的主意 要不然 盘上还有谁做得了主呢 爹怎么舍得下 强保中的冰儿呢 你娘早逝 爹又忙于国事 根本无法分心照顾你 纵有万般不舍 却也无可奈何 爹身为兴罗相国 位高权重 府中悲女众多 又有辱娘 就算国事繁忙 自会有人照顾冰儿 爹甘心舍弃冰儿 是不是对娘有愧于心 所以连冰儿也不愿意看到 冰儿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根本是子虚乌有 爹 冰儿只是随口问问 你何必生气 难道我真的说中了爹的心事 一派胡言 我跟你娘夫妻恩爱 又怎么会有愧于她 爹与娘真的十分恩爱吗 自然不假 倘若真如爹所言 为何家中没有供奉娘的长生牌位 只见山中荒漠一座 冰儿 你也太过放肆 竟敢这样跟爹说话 此事与我有切身关系 就算因此受罚 也不得不问 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我娘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 难道你不相信爹的话 冰儿不敢 既然不敢 何必多此疑问 我只是想听爹亲口再说一次 好 我告诉你 你娘 真的死了 爹 你真的没有骗我 我为何要骗你 好 那我问你 既然我娘已死 那此地叫做惠娘的死士 她又是谁 你见过她了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她叫惠娘 请爹回冰儿问话 此地此事 只是跟你娘同名而已 冰儿不必多疑 冰儿不必多疑 希望真如爹所说的 只是同名不同人 否则 否则如何 我看着你 我看着她 她就会 你再说 我看着她 你也认识 你也认识 我看着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敢挂红灯笼 为什么不敢现身 李宗盛 你再敢戏弄我 别怪我犯点无情 前面 灯笼是我挂的 林成如呢 相国要我来见你 你可有信物 没有 你想怎么样 我只想知道 你是不是叫慧娘 是又如何 那你究竟是不是相国夫人 究竟是不是我娘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是相国之女林兵 如果你是相国夫人 当然就是我娘 倘若 我不是相国夫人呢 这表示我爹没有欺骗我 我娘在我出生之时 就已经死了 不错 你爹是骗了你 我是你娘 你就是我唯一的孩子 你就是我唯一的孩子 冰儿 娘朝思暮想 日盼夜盼 就是希望苍天见脸 能够在我有生之年 见你一面 难道你不想娘吗 想 当然想 只不过有一件事 我更想知道 你想知道什么事 娘既然割舍不下冰儿 二十年前 为什么狠得下心 弃我而去呢 难道你爹 什么都没告诉你 没有 甚至还骗我 说你与我娘同名不同人 林长荣 你也太狠心了 竟然连我们母子 见面的机会都不给 今生今世 我都不会原谅你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好 你应当有权利 明白事实真相才对 当年你爹 希望我担任死士一职 我知道他是奉旨行事 而我 身为新楼国一份子 有机会报效国家 自然应当全力以赴 万字不辞 但是 你才出生不久 我怎么忍心离开你呢 所以 我求他 让我带着你 一块到中原来 我认为 既然男婿夫妻缘 至少 可以母女相依为命 没想到 他断然拒绝 认为我有使命在身 不该有任何牵绊 我却不以为然 并且告诉他 如果母女不能同行 我宁死也不离开新罗 既然你态度坚决 为什么又改变初衷 你爹为了 让我断了这个念头 趁我收水之时 偷偷地把你抱走 等我发觉之后 追问你的下落 他只是跪在我的面前 一言不发 任凭我打他 骂他 都没有用 我跟他夫妻多年 甚至他的个性 任凭我如何追问 他都不会把你还给我 因此 我万年俱灰 就答应他 离开新罗 他对你这么残忍 你为什么还要罪了他的心愿 明儿 他对我们母女无情 为的是效忠新罗 我可以恨他 我可以恨他 但是绝不能怪他 娘 明儿 明儿 这二十年来 可苦了你了 但愿你不要恨娘 娘受的苦 又怎么会比冰儿少呢 冰儿怎么敢恨娘 要恨 要恨那个无情无义的爹 冰儿 娘只要见到你 再多的恨 也都烟消云散了 更何况你爹 是出于一片忠心 算了吧 你们住哪儿啊 四海客栈 你先回去 我会想办法跟你见面 娘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见面 何必闪躲 就算爹知道 又怎么样 冰儿 你我君有任务在身 不可以任意而为 既然由此顾忌 还是冰儿去看娘好了 娘 你现居何处 慈安馆 娘离开新罗之后 看不破红尘俗世 因此 寄居在慈安馆 当道顾 娘 冰儿 娘 能够见到你 已经心满意足了 今生了无遗憾 你回去吧 明天我再去看娘 师太您好 师太请来 我先走 怎么办 慧娘 慧娘 师太 这位施主恐怕认错人了 贫道法号静义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本王了吗 害王爷 你不会再否认是惠娘了吧 王爷恕罪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请 王爷远道而来 不知所谓何事 本王此来 一则是探望固有 另外还有要事相伤 王爷 惠娘早已远离红尘 不理俗事了 新罗存亡 你也不理了吗 王爷何出此言 你可知道老王已经归天 陛下驾崩了 那么如今新罗何人为王 你还记得吗 当初老王与我兄弟情深一起治理新罗 谁不夸赞我们二人治国有道 惠娘记得 当时新罗百姓 人人奉一族时 国运 锦锡撑 老王归天之后 那林成如力排众议 坚持负私此计 那张仲坚因而继位 此后 刚毕自幼排除一击 本王任无可忍 因此愤而离开新罗 王爷 新罗开国以来 一直是言用 赴死子继之力 张仲坚 承袭王位 也算是理所当然 倘若他真的昏荣无道 满朝大臣 也不会袖手旁观才对啊 这群要靠林成如 代言其过 为虎作成 王爷所言 可能有所偏差 林成如为人如何 惠娘最为清楚 总不至于 如王爷所说 林成如 对你们母女 都能够无情无义 又怎么不会辜负 新罗百姓 王爷此言 确实有失公平 安排死事计划 王爷也曾参与 如果王爷 真心可怜我们母女 当初 为什么不激励阻止 那林成如 以此向老王邀功谄媚 本王又有何话好说 就算他 出于奉尘之心 受害的 也仅是我们母女 与王爷何干呢 难道你不明白 本王是在为你教区吗 慧娘终日静坐慈安冠中 早已心如止水 对于往昔种种 再不计较 真是如此吗 王爷信或不信 又有何差别 既然你不想计较 本王也无需多事 不过 你就算不帮本王 也该帮帮兵儿吧 王爷可是在出言恐吓 那都不改 本王只是念及 昔日旧情 不愿伤及无辜 才会好言相劝 王爷抑郁为何 实不相瞒 本王已经决定 利用张主坚 到中原之际 将其铲除 还我王位 王爷是准备 谋反篡位 王位本该我得 岂能以篡位势之 王爷如此 坦言相告 不怕会能泄密 本王早有万全准备 蓄势待放 又有何举 何况本王此举 完全是为了 新罗百姓着想 希望你能够 身名大义才好 慧娘难以沟通 慧娘 你想想看 那张仲坚 一心小熊把中原 一旦战火燃起 有多少新罗百姓 为蒙其力 先受其害 我新罗 原本以封一族使 何须再生事端 慧娘 一旦本王发动攻势 必然是以生死相搏 那张仲坚身边 除了冰儿之外 毫无一兵一族 本王自是胜券在握 只是那冰儿 势必要因此而牺牲 至于冰儿 是否要孝肆于众 全在你一念之间 必要好好考虑一下 庄主请坐 请 庄主请 朱儿 奉茶 是 在下听林总管言道 两位外出了解 窦见德的情形 不知可有收获 庄主 有关窦见德的为人处事 众说纷纭 可谓是毁誉参半 不过 整体而言 比起那孟让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在战术运用方面 十分的精通 庄主 多谢 好 与钱庄回报 如同一辙 洪府姑娘有什么看法 洪府以为 窦见德虽然善于用兵 对属下也督促甚严 但是对地方管理 却是相当漠视 严格说起来 他只能算是个 骁勇善战的武将 嗯 姑娘分析的是 不过 他目前以攻城掠地为先 这也许是一个策略 等一切平定之后 或许还有计划 所以 如今评断 还略嫌太早 如此推论固然有理 然而一旦他得到天下 却未改变 依然不以百姓为先 岂不是难以挽回吗 公子也有此顾虑 所以不敢贸然决定 投效与否 一切等见过窦见德之后 再做决定 李公子打算何时去见那窦见德 听说他人在清院 因此 有意与庄主一同前往 嗯 如此较为妥当 也能够由言谈之中 看出他的兄弟 那好 既然庄主同意 那我们是不是即刻启程啊 呃 庄主 可是有为难之处啊 哦 那倒没有 只是此地还有要事尚待解决 可能要烦牢二位 在心乐多待些时候 庄主如有要事 就请先行处理 反正与窦见德见面的事 也不急着一时 多谢姑娘 庄主若有需要 李静一定听后差遣 千万不要见怪才好啊 小事一见 怎敢劳驾公子呢 在下就不打扰二位了 庄主好走 请 看来 庄主又有麻烦之事了 嗯 公子 虽然庄主不愿意累计我们 我们不妨多加留意 或许可以从旁协助 嗯 你竟敢私自召唤死士见面 此事与我身世有关 我自然有权查明真相 闭吧 你实在是胆大万为 如果不是你再瞒我 掩盖事实 我也何必多此一举 就算我隐瞒事实 也是为你好 你有何苦拆穿呢 恐怕你的居心 并非如此吧 大胆 我的胆子如果不大 向我也不会委以重任 让我护卫陛下安全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昨日诚心诚意求证于你 就是希望证明 你对我们母女是否有一丝回忆 没想到你居然一副铁石心肠 根本无动于衷 既然你无事于我母女二人 我也不必认你这狠心的爹 你们母女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怎么会不重视你们呢 你还不承认有错 我凌诚如 一生行事 但求公正不私 问心无愧 我有什么错 你让我平白无故地 做了十七年的故事 让娘痛苦地度过二十年 无依无靠的日子 你还没有错 十三名死世 谁无家庭 谁无子女 何止我凌诚如一人而已 他们能够无怨无悔地 为西罗牺牲所有 我凌家三口又为何不能 十三个家庭支离破碎 全是你一手造成 你还有何面目以此为傲 生为新罗人 死为新罗鬼 为了国家能够牺牲小我 谁不由衷敬佩 我凌诚如 无愧于新罗 无愧于天地 为何不能引以为傲 对 你是一代忠臣 为了新罗什么都可以牺牲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我 我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你身为新罗子民 你当为国效忠 有什么好问的 就算我要效忠新罗 也该出于自愿 何必任你摆布 再说 我忠的是当今陛下 而不是你雷成如 雷兵 我还想问你 我对陛下效忠于否 与我母女贱命有何关系 为何你始终不肯面对现实 却逃避亲情 这还不代表你心中有愧吗 你 如果你不觉得有错 为何无言以对 兵儿 你且慢 道观境第一片湘河之气 再次轮刀弄剑 岂不扰人清修 你来这儿做什么 自然是前来上乡 顺便探望关中故人 你怎么知道 我娘住在此案外 但王与静义师太 素来交好 焉有不知之理 难道你真忍心 看着你娘像其他死尸一样 可似她像冤臣大海吗 能为陛下而死 何云之有 倘若 他没有雄霸中原的狼子野心 这些人又怎么会无辜受害 在我面前 你就不必假作死 要不是你企图篡尾 沿途追杀 这些人岂会葬命 我与张仲坚书职争夺王位 是非屈指 唐人根本无法论断 而林承儒 为保相国职位 昧着良心处处维护于他 如果我们书职 能够私下解决公平竞争 就无需多伤无辜 再说 此事保得是新罗陛下的安全 如今新罗王位到底属于何人 仍带争误 此事一再为张仲坚牺牲 你说 值得吗 王叔不必多费唇舌 不论你如何能言善变 宾儿心中只有一个主人 绝对不会更改 况且陛下胸怀冷落 事事以仁义为先 不像你这般阴险狡诈 功于心计 就算今日是你为王 林斌也不齿于你为伍 你受林诚如的影响甚至 对本王颇有偏见 这也怪不得你 不过 你想想看 如果本王 真的是心狠手辣之人 既知你娘 人在慈安观 大可派冷峻将你娘挟持 借以威胁张仲坚和你妇女二人 又何苦这么大费周章的 与你来周旋呢 宾儿 或许你不知道 本王与你的爹娘 本是知心好友 当年 林诚如提议你娘担任死事 我明知她 借此讨好老王 当众不敢明言 私下曾经规劝多次 但是 她总以冠冠堂皇的大道理 反驳于我 为了避嫌 我明知你娘白白受苦 也不敢再有意见 结果 老王 为了奖励她的忠义之风 就此奉她为相国 你是说 我爹的相国之位 是由我娘换来的 如果 她不是为此心中有愧 又何苦 会对你隐瞒真相 本王 对你言明一切 绝非蛊惑你倒戈相相 而是为你娘打抱平 同时 要你认清真相 就算你我日后 生死相搏 也该知道 自己为何而战 不会做个不明不白的糊涂鬼 等王 焉禁于此 告辞 冰儿 让娘仔细看看你 冰儿也想好好看见娘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 娘日日夜夜 盼的 想的梦的 全是你 不知道我的冰儿 是高是矮 是胖是瘦 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还是 一一一一的活着 娘 你想象中的冰儿 是什么模样 跟眼前所见的冰儿 你我一样 真的吗 我苦命的孩子 娘 娘 娘 朝思暮想 像过了千百种样子 始终不知道 哪一种 才是我的冰儿 想来想去 只有冰儿这个名字 才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 冰儿知道 冰儿也是一样 从来不知道 娘的模样 你爹 从来没把 娘的画像给你看 原来爹一直 有娘的画像 李章若 你好狠心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只让我 拜娘的份 不让我看娘的画像 难道他不知道 我死母之心 有多苦吗 算了 他也有 他的苦衷 他有什么苦衷 如果他有一丝丝 人性 就不会用 我母女一生的幸福 去换取 他的高官后路 冰儿 别这么说你爹 他的人品 德性如何 娘比任何人都清楚 也许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但是绝对是一个 忠君爱国的好官 怎么会 对 准备 对 我 稍后 那 别